这期继续讲农民第75篇,赵紫薇听说老罗伊还活着后,不禁惊喜交加,恨不能马上去把老罗伊救出来,听到哥哥的问话后,才从惊喜中回过神来,说道,按照皮克王国的权力法案的有关规定,王位继承必须要经过议会同意。 我刚刚接到宾利的通知,明天宾利要召开议会,肯定是讨论他加冕国王的问题。一旦宾利的提案得到议会的通过,我担心后天宾利可能就要举行加冕仪式。 一旦宾利成为国王,他就能名正言顺地指挥皇家禁卫军,甚至能左右魔鬼训练营,到时候我们的处境就危险了。 绝不能让宾利加冕成功,必须想办法阻止他,赵长强马上斩钉截铁地说道。 当然,刚才我正为如何在议会上阻止宾利而发愁,现在我们有了老罗伊的消息就太好了,只要我将宾利囚禁老罗伊的消息公诸于世,我不相信那些议会议员还能按照法律程序让宾利继承王位。 赵紫薇有些兴奋地说道,之前的烦恼早已经一扫而光。 赵长强听了妹妹的话却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便问道, 紫薇,如果议会拒绝了宾利继承王位的提案,你能不能争得议会的同意,顺利继承王位? 赵紫薇一愣,诧异地问道, 哥哥,你这话什么意思,老罗伊不是还活着吗?干嘛想到让我继承王位的问题? 嗯。 赵长强苦笑一下说道。 根据查理提供的消息,罗伊在被从废墟中救出来时,身上已经受了重伤,现在两天已经过去了,我担心他会撑不下来。 一旦罗伊有个三长两短,你必须要将王位从兵力手中抢过来。 赵紫薇轻轻地摇了摇头,小声说道。 这个恐怕很难。 赵长强愣了一下说道。 为什么,你现在是老罗伊的妓女,不是也有继承王位的权利吗? 他一直以为赵紫薇和兵力拥有同样的继承权的。 不一样的,虽然名义上我也有继承权,但是根本没有实施的可能性。 赵紫薇简单地将皮克王国的国王继承问题和哥哥解释了一遍。 赵紫薇是罗伊国王的妓女,虽然也有继承权,但她毕竟没有罗伊家族血统,所以她想继承王位是有很多条件限制的。 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罗伊必须没有任何直系子孙,第二条就是,当赵紫薇退位的时候,必须将王位重新交到一个有罗伊家族血统的人手中。 也就是说,赵紫薇要想继承王位,第一,兵力必须马上死掉,第二,赵紫薇在有生之年,必须重新找到一个具,有罗伊家族血统的继承者。 显然这两条都是不现实的。 这在罗伊王国的继承史上有个说法,叫做隔代继承,为的就是,一旦罗伊家族出现断子绝孙的情况,皮克王国仍然能正常地运转下去,并且最大可能的保证,王国政权最终重新落到罗伊家族的手中。 虽然皮克王国的,国王继承法中有这种规定,但是长期以来却只是形同虚设,因为皮克王国的国王最多能娶八个老婆,这个不生那个生,总是不缺继承者,根本轮不到国王收一子一女来继承王位。 老罗伊算是个奇葩,年轻的时候酷爱马术,结果从马上摔下来,将命根子摔坏了,从此没了生育,幸好那时候已经有了兵力,但是后来虽然又娶了几个老婆, 却没有一个人能为他生下一男伴女。要想阻止兵力继承王位,只能寄希望与老罗伊还活着。 最后,赵紫薇补充说道,不,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发动政变,将权力从兵力手中抢过来,赵长强马上说道。 没想到他的话刚说完,赵紫薇马上说道,不行,这是罗伊家族的国家,这个观念已经在皮克王国国民的心中根深蒂固。 如果我们发动政变,很可能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再说了,我们根本没有发动政变的力量,皇家禁卫军不会站在我们一方的,他们不会支持我们发动政变的。 赵长强何尝不知道这里面的厉害关系,听了妹妹的分析,他呵呵一笑说道, 呵呵,我就那么一说罢了。我现在就去纳兰岛救出老罗伊,只要老罗伊还活着,一切都不是问题。 赵长强在说这话的时候,心中却有一个疑问。 老罗伊年纪已经大了,这次又受了重伤,恐怕支撑不了几年了,他早晚都要死,到时候,皮克王国的政权还不是要落到宾利的手中。 但愿老罗伊这次能下定决心废掉宾利。 最后,赵长强想到。时间紧迫,赵长强和妹妹交换了一下意见,由于妹妹要参加明天的议会,阻止议会通过宾利的提案,而此时,天色已经晚了,所以不能和赵长强一起去救援老罗伊。 赵长强只能自己带人前往。兄妹两人分开,赵长强驱车赶往皇家码头。 把总,医生,赵玉山早已经在码头上等着他了。 三个人早已经全副武装,身上天蓝色的迷彩作战符,脖子上吊着冲锋枪,腰里,别着九二式手枪,削筒里藏着锋利的散兵刀,赵玉山的胸前还吊挂着几个西瓜手雷。 看上去让人胆战心惊的。 在皇家码头一个偏僻的驳位上,已经静悄悄停着一艘名叫海燕的快艇,航速四十节。 乘坐这艘快艇,赵长强驱他们不用一个小时就能到达四十海里外的纳兰岛。 然而,就当赵长强领着三个弟兄正要上快艇时,赵长强的电话忽然响了,里面传来洪亚伦的声音。 强哥,我是亚伦,从兵力的王子府中忽然出来二十多个士兵,身上都带着武器,目标好像是天龙食品厂,我怀疑他们可能会对紫薇小姐不利。 请强哥做好准备。 洪亚伦按照赵长强的吩咐一直带着两名小弟在暗中监视着兵力的一举一动,今天中午他便发现兵力的身边忽然多了许多士兵。 起初,洪亚伦以为这些士兵都是皇家禁卫军的,是来保护比利的,所以并没有在意,只是向赵长强做了简单的汇报。 但是后来,他越看这些士兵越感到不对劲,因为这些士兵的精神面貌和皮克王国皇家禁卫军截然不同,身上的装备也大不相同。 因为这些士兵并没有什么异动,所以洪亚伦只是加强了对他们的监控,却没有再向赵长强汇报,现在看到这些士兵突然离开了宾利的府邸,赶往天龙场,他这才再次通知赵长强让他做好防备。 赵长强之前,同样也没将这帮士兵放在眼中,没想到,现在他才刚和妹妹分开,宾利竟然就出手了。 宾利派人去天龙食品场,不是对付妹妹赵紫薇,就是想将查理等人就回去。 不过赵长强仍然并没有将这事放在心上,把总带着二十多个独龙会的兄弟坐镇天龙食品场呢。 这些士兵就是去到,也难以在他们手中取得半点好处。 但是洪亚伦接下来的一句话,却改变了赵长强的判断,只听洪亚伦接着说道。 强哥,这些士兵有点邪门,好像不是皮克王国皇家禁卫军的人,也不是魔鬼训练营的人,他们的装备和皇家禁卫军的人迥然不同。 赵长强一愣,不是皇家禁卫军的人又会是谁,宾利还能调动谁? 把消息通知把总,让他带人做好防备。 千万不能让紫薇落到宾利的手中。 赵长强马上说道。 是,强哥。 洪亚伦答应一声,结束了和赵长强的通话。 赵玉山看到了赵长强的疑虑,便问道。 强哥,发生了什么事情? 宾利派人去天龙食品场了,目标估计是紫薇,或者是被我们抓起来的查理等人。 赵长强快速地说道。 不会出什么事情吧,把总等人能不能顶得住? 医生皱着眉头说道。 听亚伦的意思,这些人可能不好对付。 赵长强有些担心地说道。 查理等人是否被救走还无所谓,如果妹妹出了意外,赵长强绝对不能原谅自己。 强哥,要不你回天龙食品场,去救老罗伊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三个吧。 纳兰岛上只有六个士兵,不是我吹牛,我一个人就能将他们摆平,赵玉山马上说道。 工人也在旁边连连点头。 赵玉山可不是在吹牛,六个皇家禁卫军的普通士兵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赵长强心思电转,很快点了点头说道。 好吧,你们三个到了纳兰岛之后,一定要小心,如果发现情况有变,马上返回,我们再另想办法救出老罗伊。 我忽然有种预感,皮克亡国的局势好像又发生了变化,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你就放心吧,强哥,走我们上船。 赵玉山说着话,第一个上了快艇,医生和工人也跟着跳了上去了。 马达轰鸣起来,快艇好像离弦之舰一样离开了偏僻的驳位,逐渐融入到了茫茫的大海之中。 赵长强快速地回头,上了自己的车子,飞快向天龙食品厂赶去。 离天龙食品厂还有一公里左右的时候,赵长强听到从食品厂方向传来零星的枪声。 妈的,果然出事了,赵长强暗骂一声,猛然将油门一脚到底,车子咆哮着朝天龙食品厂的方向飞驰而去。 此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赵长强能清晰地听到从天龙食品厂传来的枪声越来越密集了。 赵长强将车子停在离天龙食品厂一百多米的一个偏僻角落,然后从车上下来,抬眼朝天龙食品厂的大门口看去。 当他看到大门口的情景后,赵长强的脸色马上变成了铁青色。 赵长强远远地便看到在天龙食品厂的大门口躺着两名保安,身子一动不动,身子下面是一滩黑毁毁的血迹,显然已经死了。 看到地上的死尸,赵长强的火腾的一下就窜到了脑门上,这些保安就是一些无辜者,那些士兵竟然连他们都不放过,简直离寿不如。 赵长强眼睛好使,虽然此时已经夜色朦胧,但是他依然能看到在大门里面好像站着两名身着军装的士兵。 赵长强悄悄地从拐角处走出来,绕开了正门,来到一个偏僻的角落,然后腾身一跃,抓住了天龙食品厂的铁栅栏,接着身子一纵便翻身而过。 进入到天龙食品厂的院子里边后,赵长强将身形隐藏在墙角的阴影里,快速朝独龙会兄弟栖身的仓库跑去。 赵长强猜想,妹妹听到枪声后,肯定会赶到仓库和独龙会的兄弟会合。 赵长强奔着一个枪声最密集的地方跑去,拐过一个墙角,他猛然发现前面十几米的地方有六个头戴钢盔的士兵正藏在一个钢铁除水罐的后面,不时从除水罐后面闪出身形朝仓库的方向扫一缩子。 看着暴露在自己枪口下的六名士兵,赵长强丝毫没有犹豫,举枪便射,他将920手枪打到了连发状态,对着六个人的后背就扫了过去。 赵长强手中的枪是国产920出口版,型号是MP42,但容量15发,双排推进。 赵长强将扳机一录到底,子弹好像瓢泼一样洒向近在咫尺的六名士兵。 赵长强本以为在自己的扫射下,敌人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肯定会全部死翘翘的。 没想到,在他扫倒第三个敌人的时候,剩下的敌人就迅速做出了反应,齐刷刷的纵身朝旁边跃去, 然后在地上分别朝不同的方向一阵急速地翻滚,同时举枪朝赵长强射击, 连成一片的冲锋枪子弹嗖嗖地朝赵长强飞了过来。 我靠,赵长强暗骂一声,猛然一缩脑袋,一嗨腰,将身子藏在了砖墙的后面, 敌人的火力太猛了,打得赵长强不敢露头。 这帮混蛋够邪门的呀,怎么忽然冒出这么多高手,赵长强一边撤离砖墙,一边在心中想到。 他藏身骑后的砖墙只有24公分,又在地震中受了伤,根本架不住敌人的猛烈射击。 一旦赵长强暴露在了对方的枪口下,以对方的火力强度和反应速度,赵长强就很难在全身而退了。 跑动中,赵长强将另一个弹夹塞进了手枪。 他身上就这一个弹夹了,除此之外,他身上还还有那把金色的沙漠之鹰。 论火力,赵长强不如眼前的敌人,但是论跑路,赵长强如果承认自己是老二,那么没人敢认第一,很快赵长强就将剩下的三个敌人甩脱了,重新藏在了一个僻静的角落。 把总等独龙会兄弟藏身的仓库已经被敌人包围了,赵长强无法冲进去,他只能通过电话联系里面的把总。 喂,把总,里面怎么样了?兄弟们有没有伤亡?紫薇呢?电话接通,赵长强急促地说道。 听筒中传来把总沉着的声音。 枪哥,这伙敌人都够邪乎的,不但火力强横,而且枪发好的初期,我们损失了一名弟兄,伤了八个,紫薇小姐已经和我们会合在一起,没有受伤。 另外,洪亚伦也已经进入了天龙食品场,但是我已经联系不上他了,我怀疑他出事了。 由于众武器都送往了魔鬼训练营,包总等人手中只有轻武器,所以激战一开始,把总等人就吃了大亏。 让弟兄们趴在地上守住门口,千万不要露头,更不要主动出击,赵长强大声吼道。 是,枪哥。 把总答应一声,结束了和赵长强的通话。 妈的,赵长强情不自禁地骂了一声,心中感到一阵难过。 他带来的这三十名独龙会的小弟,可都是独龙会精英中的精英,在太平洋上,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没想到却在这里挂了,赵长强为自己的兄弟感到不甘。 赵长强一边在心中暗骂,一边试着联系洪亚伦,但是毫无意外,他也没有和洪亚伦取得联系。 赵长强的心开始下沉,洪亚伦可是独龙会最重要的兄弟之一,他如果挂了,赵长强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赵长强从角落中闪出来,朝四周不断打量,洪亚伦是狙击手,他的藏身位置一定是最适合狙击的位置。 赵长强很快就发现了一百米开外的一座两层小楼,那是一个制高点,他毫不犹豫地朝那里跑去。 当赵长强跑到两层小楼的天台上后,却发现小楼的天台山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影,但是地面上散落着几个子弹壳,青钢板做成的女儿墙上早已经满是子弹孔。 赵长强强捡起一个子弹壳,发现这正是洪亚伦的M700P狙击枪发射的子弹壳。 他又将弹壳放到鼻子下面闻了一下,子弹壳中淡淡消烟味还没有散去,看来这颗子弹被激发不长时间。 赵长强心中一动猛然扑到女儿墙边,探头朝下面看去,不出他所料,楼下果然一动不动不动地躺着一个人,看轮廓,赵长强就能认出那正是洪亚伦。 赵长强的脑袋嗡的就是一下子,大脑瞬间一片空白,过了几秒钟,他才强射心神,然后腾身一跃,从楼顶跳了下来。 红亚伦,红亚伦,赵长强从楼上跳下后,身体借势在地上滚动几圈,泄去了身上下坠的力道,然后呼喊着一步,便窜到了红亚伦的身边,一把将他揽在了怀中。 只见红亚伦的额头上擦去了背口大的一块肉皮,额骨清晰可见,鲜血已经将他的整张脸都染成了红色,看上去猙獰恐怖。 不过,这不是红亚伦的致命伤,一颗子弹直接射中了他的右胸。 在他的胸口留下一个核桃大的血洞。 亚伦,你醒醒,亚伦,你给我醒醒。 赵长强有些失去理智地使劲摇晃着红亚伦的脑袋,连声呼喊,眼中泪水好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滚滚而落。 他丝毫没有顾及自己的呼喊声会引来敌人的子弹。 赵长强感到自己的心都要碎了。 红亚伦是第一批加入独龙会的兄弟,原本在帮会中默默无名,只是一个小头目。 但是自从赵长强被樱花组的杀手暗杀,胸口中了四枪而住院,为了引出凶手,把总选出红亚伦担任赵长强的替身后,红亚伦在独龙会中的地位扶摇直上。 而红亚伦自己也非常争气,无论伸手和枪法都快速超出了独龙会其他小弟一大截。 而因为学生的过早死亡,让赵长强心生愧疚,所以在他心底深处是将红亚伦当作学生在独龙会中生命地延续的。 所以,后来当赵长强决定让独龙会的堂主们都到魔鬼训练营轮流受训时,第一个便点了红亚伦的名。 现在看到红亚伦一动不动地躺在自己的怀中,由不得赵长强不伤心欲绝。 可是就在此时,赵长强的怀中忽然传来一阵连续的咳嗽声,接着响起一个声音。 强哥,你快别晃了,你再晃我真的要死了。 赵长强先是吓一跳,然后马上惊喜地说道。 亚伦,你没事,你真的没事,太好了,你怎么会在这里受伤? 原来赵长强从二楼天台看到红亚伦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身下又有一滩血迹,先入为主地认为红亚伦已经死了。 下楼后,又看到红亚伦满脸是血,胸口中了一枪,所以根本没有仔细地检查红亚伦的生命体征,才导致了他的误判。 其实红亚伦根本就没死,他趴在低矮的女儿墙后面狙击敌人,可是遭到了敌人疯狂的射击,不幸中弹,受了重伤的红亚伦,不小心从楼顶上摔了下来。 但是红亚伦毕竟受过专业的训练,虽然是不小心从楼顶上掉落,并且胸口吃了一枪,但是他还是奋力在空中调整好了自己落地的姿势,没有让自己的脑袋先着地。 如果是那样的话,他脑袋都可能被摔没了,可是红亚伦毕竟受了枪伤,双脚着地后,身子已经掌握不住平衡,一头便又栽倒在地,所以额头上的脸皮被擦去了一大块,鲜血淋漓,也直接让他彻底昏迷了过去。 万幸的是,敌人看到红亚伦从楼上掉下来,以为他活不成了,所以没有再跑过来给他补上几枪。 刚才,赵长枪连哭带喊一阵摇晃,将红亚伦又晃醒了。 醒来后的红亚伦看到一脸泪水的赵长枪,眼窝也有些发热。 枪哥可是个吃钢脚铁的真汉子,好像从来就没有掉过泪,没想到今天却为自己落泪了。 可见,自己在枪哥心中的位置有多重要。 不过红亚伦可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给枪哥解释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喘了几口气,费劲地说道, 枪哥,不要管我,我命大,死不了,快点去帮助把总他们。 他们手中没有重武器,支持不了多久。 海狼号上运来的重武器已经全部送到了魔鬼训练营。 独龙会兄弟手中只有手枪和几把冲锋枪,在火力上和敌人相比,他们没有任何的优势。 此时赵长强看到红亚伦好像真的没有问题后,思路也迅速地清晰起来,他绝不能为了救红亚伦而让独龙会更多的兄弟陷入到危险之中。 赵长强伸手在红亚伦胸口的几处大学上点了几下,以免红亚伦的伤口流血太多, 然后将红亚伦背在背上,接着捡起跌落在一旁的狙击步枪,顺着楼梯快速地朝二层小楼的天台跑去。 赵长强要用红亚伦的枪,给红亚伦报仇。 赵长强将红亚伦放到天台中央的开阔地上,由于这座小楼是战场周围的制高点,所以只要敌人没有驱射武器,红亚伦就是安全的。 而他自己却哈罗着腰悄悄走到了小楼的边缘,偷偷地观察着周围的形势。 只见一百多米外,就是枪声响成一片的战局,也正是这些枪声,掩盖了赵长强刚才的动静,不然他早招来一片子弹了。 当静下心来,观察四周的情况时,他的心中,不禁有些感慨。 以赵长强专业的眼光看,红亚伦选择的这个狙击阵地,可以说非常专业,又可以说非常业余。 这里视野极其地开阔,几乎能浮览整个战局,赵长强能清晰地看到围在仓库周围的敌人,他的子弹几乎能随便地打死任何一个敌人。 从这一点上看,红亚伦选择的这个狙击阵地,可以说非常专业。 但是这个狙击阵地,也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这里离战场实在太近了,赵长强毫不怀疑,他就是用手枪也能将敌人一个个地送进阎王殿。 但是,他的枪声一响,同样会招来无数的子弹,敌人的火力可是比他强大得多,这也是红亚伦为什么中枪的原因。 从这一点上看,这个狙击阵地,糟糕得一塌糊涂。 很多人都知道,狙击手就是两军阵前的刺客,隐藏于无形,避敌于一瞬,于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 但是狙击手也是战场上死亡率最高的战士,因为只要他的狙击枪一响,很容易便会暴露自己的狙击阵位,而狙击手一旦暴露了自己,几乎只有死路一条, 敌人的炮弹和重击枪子弹会无情地将他的藏身地点移为平地。 红亚伦是个优秀的狙击手,他当然知道自己选择的阵地有多危险,但是为了给兄弟们提供最强有力的支援,他别无选择。 赵长枪冷静地将四周的形式分析一遍后,再次来到红亚伦面前,将狙击枪放在了红亚伦身边,轻声说道。 兄弟,坚持住!红亚伦喘着粗气点了点头,本想嘱咐赵长枪小心,但是赵长枪却阻止了他。 由于胸口的枪伤,红亚伦的体液在急速地流失,生命体征也在急速地下降,连说话都有些困难了。 赵长枪掏出了自己的手枪,左手九二式,右手金色的沙漠之鹰,九二式中还有最后一个弹夹,15发子弹,沙鹰中除了抢中的弹夹,赵长枪身上还有一个备用弹夹,总共14发子弹。 赵长枪拉动套筒子弹上膛,迈步走到了天台的边缘,没有隐藏自己的身形,而是笔直地站在当场,然后举枪便射击。 赵长枪首先扣动的是左手的九二式,这一次没有将使用手枪的自动功能,而是将枪设定到了半自动状态,随着赵长枪连续地扣动扳机,枪口不断地喷射着火焰,一颗颗子弹飞向敌人的脑袋。 赵长枪的射击目标非常明确,都是离他最近的敌人,距离大约在60米左右,对赵长枪来说,正是手枪发挥威力最佳的距离,并且他不去选择敌人人一伙。 俩一组的射击小组,而是专门选择放单的敌人。 敌人的反应实在太快了,赵长枪可不想自己的枪声一响,半秒钟之内就会被敌人发现自己的身影。 不远处的敌人正在专心对付仓库里面的拔总等人,根本没想到身后忽然飞来要命的子弹。 而由于赵长枪专门打放单的敌人,其他的敌人一时没想到自己的战友是被来自身后的子弹给干掉了。 而那些觉察到身后不对劲的人却马上被赵长枪送到了阎罗殿。 直到半分钟过去,那些敌人才凭借枪声的位置判断出他们身后出现敌人了。 这时候,赵长枪的九二式已经打出了六发子弹,六颗子弹消灭了六个敌人,赵长枪没有让一颗子弹落空。 反应过来的三个敌人开始快速转移射击位置,同时举枪朝赵长枪射击。 无数的子弹好像冰雹一样朝赵长枪飞去。 赵长枪身子猛然向后一倒,摔倒在天台的地面上,同时,左右手同时连续不断地扣动扳机。 沙漠之鹰巨大射击声,将赵长枪的耳朵都震得嗡嗡作响,不过赵长枪两把枪的射击目标却不一样。 左手九二式射击目标士已经发现他的藏身位置,并且不断超他射击的六十米之内的三个敌人。 而沙鹰打击的,则是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他的出现,还在朝仓库里面猛烈射击的,离他有一百多米的敌人。 赵长枪做出着这样的选择,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最大可能的消灭敌人。 因为,他非常清楚,这帮敌人的反应和动作实在太快了,一旦发现自己,自己就很难再对他们形成有效的射击。 只有偷袭才能对他们构成最大的威胁。 赵长枪的判断马上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远处的敌人再次被赵长枪打蒙,一连死了五个人后,才掉转枪口朝赵长枪藏身的地方射击,到那他们手中的冲锋枪却因为距离太远,对赵长枪行不成太大的威胁。 而赵长枪左手的九二式却只起到了威慑敌人的作用,弹夹中剩余的九颗子弹打完,赵长枪竟然只是又打死了一个敌人,而剩下的两个敌人则迅速地躲到了掩体没了动静,看来已经开始秘密转移。 在赵长枪快速地射击下,九二式手枪里仅剩的一个弹夹很快被打空,而沙鹰的备用弹夹也被打空,赵长枪扔掉。 手中的两把空枪快速地朝天台中央翻滚过去。 由于两层小楼的天台也是泡沫夹心青钢板制成,所以根本抵挡不住子弹的射击。 一颗颗子弹穿过两层小楼的的墙壁和天台,在赵长枪身后留下一个个弹孔。 直到赵长枪到了天台的中央,才摆脱了子弹的追击。 要想对天台中央形成穿射,敌人只有闯进小楼内部,仰天射击才行。 可是敌人已经没有时间闯进小楼对付天台的赵长枪了。 赵长枪的枪声一响,不但惊动了敌人,同样也惊动了仓库里面的独龙会兄弟。 把总在第一时间就断定是枪歌在外面出手支援他们了,于是马上大声喝道。 兄弟们,枪歌来帮助我们了,给我狠狠地打。 独龙会的兄弟因为没有重武器,而仓库的泡沫加薪,青钢板又不能阻挡敌人的子弹。 所以他们几乎是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枪战一开始,他们就吃了大亏。 兄弟们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地只能趴在地上,隔着墙壁和敌人对射。 此刻外面飞来的子弹大大减少,再加上把总一声大吼,大家全都疼得一下从地上爬起来。 嗷一声就冲出了仓库,对着外面的敌人展开了猛烈的射击。 他们手中虽然没有重武器,但是却有十几把冲锋枪,而且每个人都有大量的手枪子弹,足够他们敞开了打。 在把总等人的疯狂反击下,敌人只能暂时放弃赵长枪,再次将枪口调转向把总等人。 而赵长枪却趁这个机会扣动了狙击步枪的扳机,他的瞄准目标不是朝他射击的人,而是朝仓库射击的人。 赵长枪选择这样射击,并不全是因为要减轻独龙会兄弟的压力,而是那些人将注意力放在了仓库里面,自然就疏忽了对赵长枪的防范。 赵长枪更容易命中他们,而那些朝他射击的家伙,早已经对他提高了十二分的警惕,凭他们的身手。 赵长枪很难对他们一枪毙命。 赵长枪这样的决定貌似将自己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但是由于他之前的射击已经将离他最近的敌人消灭了大半,剩下的几个家伙龟缩缩起来不敢露头,而现在朝赵长枪开枪的人离赵长枪比较远。 大约在150米开外,他们手中的枪是M国M6微生冲锋枪,这种枪的火力猛,但是射击距离超过150米之后,子弹的散步会迅速增大,射击精度大大降低,很难再对赵长枪构成精确射击。 赵长枪怀中抱着墨绿色的狙击枪,好像一尊战神一样站立在楼顶的天台上。 任凭子弹飞过他的耳边发烧带起嗖嗖的风声,他却丝毫不为所动,只是不断地连续扣动扳机,一颗颗子弹从枪口喷射而出带走一个个敌人的生命。 在赵长枪和独龙会兄弟的双重打击下,敌人马上撑不住了,他们的指挥官迅速地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此时此刻他带来的23个精英手下已经只剩下了8个人,再不走就全军覆没了。 借着夜幕和墙壁的掩护,仅剩的敌人迅速从天龙食品场消失了。 赵长枪将大居背起来,然后快步跑到洪亚伦身边,一把将他抱在怀中,快速朝楼下跑去。 此时,由于体液的大量流失,洪亚伦已经再次陷入了昏迷。 快,快,快送亚伦去医院,赵长枪刚跑出小楼的门口就大声地吼道。 洪亚伦受伤的部位是在脏气复杂的胸部,可不是只有肌肉和神经组织的大腿手臂等部位,以赵长枪的外科水平根本处理不了,只能送他去医院。 由于仓库里面的独龙会兄弟也伤了8个,所以,敌人撤退后,把总在第一时间发动了一辆清卡,同时马上命人将伤员都背到车上,准备送他们去医院。 此时听到赵长枪的呼喊声,马上将车子朝赵长枪开了过去。 可是就在此时,一个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敌人,忽然抬起了脑袋,然后将自己的枪口对准了正朝卡车跑去的赵长枪的脑袋。 夜色虽然完全黑了下来,但是天龙食品场中到处都是的路灯和架在高处的射灯,却将院子里照得亮如白昼。 一辆白色的清卡停在仓库门口40多米的地方,车身上已经满是弹孔,但是发动机完好,能正常行驶。 把总坐在驾驶位上不断催促手下的弟兄们快点。 十几个独龙会的兄弟飞跑着将伤员送到车厢里。 赵长枪已经背着昏迷不醒的红亚伦跑到了清卡的旁边,已经站在车厢里的农民伸手轻轻地接住枪歌举上来的红亚伦,嘴里还一个劲念到慢点。 慢点?赵紫薇也快步地朝赵长枪走来,一边走一边冲和他寸步不离的迈克尔·杰恩说道。 迈克尔,你这个胆小鬼,不要老跟着我,我要吵掉你。 迈克尔·杰恩面色严峻,一句话也不说,瑞丽的眼神却不断地在四周游走,好像生怕从哪个地方忽然窜出个士兵袭击赵紫薇。 原来自从战斗一开始,迈克尔·杰恩就一直守护在赵紫薇的身边,寸步不离,赵紫薇看到独龙会的兄弟们打得惨烈,便多次命令迈克尔上去帮助他们。 但是迈克尔却拒绝执行赵紫薇的命令,只是提着手枪守卫在赵紫薇的身边。 气得赵紫薇恨不能一巴掌甩在迈克尔的脸上。 此刻强敌虽然退却,赵紫薇却对迈克尔心存怒气,对他没个好脸色,甚至讥讽迈克尔是个胆小鬼。 迈克尔没有发现有人会对赵紫薇不利,却猛然发现一个原来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士兵忽然缓缓地抬起了脑袋,接着举起了手中的手枪,而他枪口指向的人正是赵长枪。 此时的赵长枪正高举着双手试图将昏迷的红亚伦送到车厢里,整个后背都暴露在了敌人的枪口下,可是赵长枪却一点都没有发现来自不远处的威胁。 悲痛的心情和对兄弟的担心让他的警惕性降到了最低。 躺在地上的士兵使劲睁了睁备鲜血粘住的眼睛,将目光死死地盯在赵长枪的后背上,他清晰地记得就是那个人将自己的兄弟一个个送去见了阎王,也让自己的腹部吃了一颗子弹。 现在他要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了。 士兵的嘴角露出一个嗜血的笑容,然后猛然就要扣动扳机。 然而就在此时,他的耳边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接着他的脑袋一热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一颗来自十米外的子弹从士兵的脑袋左侧射入,右侧射出,在他的脑袋两侧留下两个血洞。 直到红白之物从两个血洞中鼓鼓而出,士兵的脑袋才啪的一声重新跌落到地面上,手中的枪口仍然指向了赵长枪的方向, 他的食指已经放在了扳机上,却再也没有力气将扳机拉下去。 木然响起的枪声将所有人都吓一跳,大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枪声响起的地方。 开枪的人正是一直跟在赵紫薇身边的迈克尔,手中枪指向了一具趴在地上的尸体,枪口中还冒着淡淡的清烟。 顺着迈克尔的枪口看去,大家很快便发现了士兵的尸体,通过士兵死不瞑目, 仍然死盯着赵长枪方向的眼睛,还有他手中枪口的指向,大家很快就明白过来刚才到底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迈克尔救了赵长枪一命。 谢了,兄弟,改天我请客,赵长枪感激迈克尔,却来不及感谢他,迈不跳上卡车,卡车呼啸着离开了天龙食品场。 雪亮的前大灯一直延伸向皇家医院的方向赵紫薇,看了看就站在他身边。 一脸酷酷的迈克尔,轻声说道,谢谢你了,不用谢,这是我的职责,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但是,我的职业是保镖,不是战士。 作为保镖,我首要的任务是保护你的安全,而不是去冲锋陷阵,消灭敌人。 迈克尔眼神似嫂,看也不看赵紫薇地说道。 他后面一句话的前台词就是,我不是胆小鬼,我不听你的话是有道理的。 赵紫薇小嘴一瞥,说道,行了,真是小心眼的家伙,我承认之前说错了,你不是胆小鬼,这样总行了吧。 可是,刚才那个人也没有朝我开枪啊,你为什么出手了,你的子弹不是留着保护我吗? 很简单,在保证你安全的前提下,我也会消灭敌人。 并且,我一向很佩服赵长强先生。 迈克尔,杰恩面无表情地说道。 赵紫薇怂怂间不再和迈克尔说话,而是开始安排人手清扫战场,这里可是他的地盘,千头万绪的事情还等着他来处理。 白色清卡飞驰在通往皇家医院的公路上。 因为害怕在路上又遇到敌人的袭击,赵长强做了一番安排。 农民抱着一挺威冲趴在清卡的上面,虎视眈眈地注视着道路的两边。 而车斗里则有六个独龙会的兄弟同样抱着威冲围成了一个圈,将受伤兄弟们围在中间。 赵长强则坐在圈子里面,怀中抱着昏迷不醒的洪亚伦。 赵长强一只手将洪亚伦拦在怀中,一只手麻利地从裤兜里掏出一张小纸条。 纸条上有一个电话号码,还有一句话。 亲,记得给我打电话哟。 赵长强一阵苦笑。 纸条正是达林医生留给他的,他虽然对达林没意思,但是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还是留下了。 这张纸条,没想到现在却派上了大用场。 红亚伦伤得的确太严重了,他需要达林必须马上做好手术准备,以便保证自己的车子一到,马上就能让红亚伦进入手术室接受手术。 幸运的是,今天一整天,皮克王国的临时通讯系统已经架设了起来,民用通讯系统已经恢复。 所以,赵长强很容易地就联系到了达林。 车子很快到达了皇家医院,已经接到通知的达林马上安排人将红亚伦和其他几个受伤的兄弟都推进了手术室。 达林一边朝手术室跑去,一边还不忘白了赵长强一眼,有些忧怨地说道。 我本来以为你打电话要请我喝咖啡,没想到竟然是要我加班加点。 我真后悔给你我的联系方式。 赵长强知道达林在和他开玩笑,但还是认真的说道。 达林一声,只要你能治好我的兄弟,别说请你喝咖啡,我给你开个咖啡店都行。 记住你说的话,达林丢下一句话,快步跑进了一个板房搭乘的检疫手术室,直到手术室的门紧紧地关上。 赵长强才回头扫了一眼,还抱着冲锋枪,虎视眈眈的兄弟们,然后说道。 都把枪收起来吧,这里可是医院,别吓坏了无辜的人。 看到大家都将武器藏起来,赵长强才对站在他身边的把总说道。 知道那些士兵都是什么人吗?他们绝不是皇家禁卫军的人,也不是魔鬼训练营的人。 这两个武装的人,绝对没有这么高的战术素养。 妈的,打了这么惨烈的一仗,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真是窝香。 赵长强恨恨地抱了粗口。 那些士兵的反应速度和出枪的准确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会不会是美国人,把总皱着眉头说道。 赵长强和把总要了一颗烟,点燃,狠狠地吸了一口,然后说道。 嗯,有可能,今天白天,皮克王国来了很多的外国救援团,那些士兵肯定是假扮救援团来到皮克王国的。 可是他们为什么会忽然去对付我们? 农民也凑过来问道。 很简单,因为利益。 我们代表的是华国的利益,而他们代表的是M国的利益,他们当然要将我们置于死地。 赵长强停了一下,然后又说道。 如果我没料错的话,这些人肯定是兵力请来的。 兵力无法调动皇家禁卫军和魔鬼训练营来对付我们,便想到求助他的美国爹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农民担心地问道。 把总抓抓大光头说道。 怎么办? 良办? 既然他们向我们出手了,我们也绝不客气,让他们停摆就行了。 国家训练我们,让我们来到皮克王国,不就是为了这一刻。 赵长强没有说话,他忽然想到了明天宾利要召开的议会。 本来赵长强打算让赵紫薇在议会上强硬地揭露宾利囚禁老罗伊的丑恶行径,从而打碎宾利想继承王位的梦想。 可是现在宾利手中忽然有了这股强横的军事力量,他很可能会更加强硬地胁迫其他的议员通过他的继承王位的提案,并且很可能会在后天强行举行登基大典,从而彻底掌控皮克王国的大局。 只要宾利登基,当上了国王,他不但能掌控皮克王国最大的武装力量,皇家禁卫军,而且能以国家的名义向美国寻求各种援助,从而将赵长强等人彻底地消灭掉。 赵长强心中轻轻地叹了口气,想到,看来明天的议会之上肯定又是一场刀光剑影啊。 赵长强正在沉思,忽然听到旁边的把总担心地说道, 强哥,宾利会不会让这些美国人去看守老罗伊?赵长强心中悚然一惊。 对啊,虽然据查理招供,在纳兰岛上看守老罗伊的只有六名皇家禁卫军的士兵。 可是查理被抓后,宾利肯定会料到查理会挺不住审讯而交代出老罗伊的下落。 在这种情况下,宾利极有可能会向纳兰岛增兵,或者直接转移老罗伊。 如果是以前,宾利手中无兵可用,他还没有办法,可是现在他手中有了M君制之王牌,怎么会不优先考虑看守好老罗伊呢? 坏了,赵玉山三人危险了,赵长强腾的一下从地上站起来,师生说道,赵长强的脸色都变了。 如果他的猜想是正确的,宾利真的在纳兰岛上加派了强悍的美国大兵,那么,赵玉山此行根本就是自投罗罗,不但不能救出罗伊国王,甚至会丢掉性命。 看看刚才在天龙食品场的战斗,就知道这些M国大兵是多么的强悍,要不是他忽然杀回来,出其不意地干掉了许多人,拔总等人肯定会凶多吉少。 赵长强快速从身上取出自己的手机,试图联系赵玉山,他恼火地发现,皮克王国刚刚恢复的临时通讯系统,根本无法覆盖到皮克岛周围的海面上。 妈的,赵长强懊地骂了一句,马上伸手去找自己的卫星电话。 按照时间估计,赵玉山他们肯定还没有到达纳兰岛,可是再等一会儿,一旦他们上了岛,就一切都晚了。 来到皮克岛后,由于皮克王国的通讯系统在地震中已经瘫痪,所以赵长强和团队的联系方式主要有两种,距离近了用无线对讲机,远了用海事卫星电话。 让赵长强更加懊恼的是,他的卫星电话没有带在身上,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刚才的战斗中丢了,还是被他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倒霉的是,刚才的激战实在太激烈,把总身上的卫星电话也在战斗中损坏了。 不过把总的脑袋反应快,马上对脸色越来越不好看的赵长强说道。 强哥,紫薇小姐那里应该有卫星电话。 赵长强使尽一拍脑门,怎么把这岔口给忘了。 赵长强不是神事人,在特定的情况下,他也有许多事情想不到。 他最看重把总的地方,就是把总总是能想到一些被他疏忽了的地方。 除此之外,把总预示非常的冷静,无论大局观还是前瞻性都非常的好。 赵长强马上用自己的手机联系到了妹妹,让他马上和赵玉山取得联系,替他传达命令,行动取消,让他们马上返回皮克岛,不要再去纳兰岛了。 赵长强和妹妹的通话结束后,把总想了一下说道。 强哥,如果我们的猜测是不正确的,纳兰岛上根本没有M军,现在就让赵玉山三人回来,岂不是错过了大好良机? 不行,就算放弃这个机会,我也不能让自己的兄弟去冒险,赵长强斩钉截铁地说道。 在他的心目中,罗伊国王固然重要,但是兄弟的生命同样重要。 让他们悄悄地潜到岛上,侦查一番总行吧,把总又说道。 不行,这伙M军实在太邪门了,想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搞侦查,暴露的可能性实在太大了了赵长强再次毫无商量的余地地说道。 把总不说话了,虽然他不太认同强哥的决定,但是心中却有些感动。 强哥是真把弟兄们当成了自己的兄弟,不愿看到大家受到一点点的伤害。 然而让赵长强想不到的是,他想让赵玉山等人回来,赵玉山却没打算听他的话。 很快,赵紫薇就给赵长强回了信。 他已经将赵长强的意思告诉了赵玉山,但是赵玉山却没有打算回来,而是决定秘密上岛,进行先期侦查。 如果岛上没有M国士兵,他们就顺势就走老罗伊,就算岛上已经驻扎了M国士兵,他们也要侦查出到对方到底有多少人,火力配备怎么样,以方便下一步的行动。 这个混蛋,竟然敢擅自行动,赵长强忍不住骂了一句。 不用怪他们三个了。 如果是我去,我会做出和他们相同的决定的。 把总看了看赵长强说道,虽然他没有听到,强哥和赵紫薇的谈话,但是他从强哥的骂声中,就能猜到赵玉山三人的决定。 赵长强没有再说话,事已至此,赵玉山他们不肯回来,他也不能追上去,将他们拉回来。 他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接下来自己应该怎样做。 现在,摆在赵长强的眼前,最棘手的事情有两个,一个是去支援赵玉山他们,第二个是帮助妹妹应付明天的议会。 他已经猜到,宾利很可能会在明天的议会上强势地绑架所有议员的意志,强迫他们通过自己的提案。 而这时候,妹妹提出反对意见,揭露宾利囚禁老罗伊的事实,绝对会遭到宾利的打击报复。 自己必须为妹妹保驾护航。 众人看到枪哥在想事情,都静悄悄地等待着枪哥的决定。 赵长强不是优柔寡断的人,他很快做出了决定。 赵长强先拨通了魔鬼训练营长门人乔治,布朗的电话,对着话筒说道。 乔治,我需要人手,你得帮我,多少人,有多少我要多少,什么,只能给我二百,好吧,二百也行,要他们带上重武器,马上赶往皇家港口,我的人在那里等他们,报仇。 不要和我谈报仇的事情,这件事如果失败了,你的魔鬼训练营恐怕就得在皮克岛除名。 这里面的厉害关系,你应该比我清楚。 电话那头,乔治,布朗挂断了电话,惊声嘟囔了一句。 真是一只小狐狸。 老乔治可不是傻子,他也一直在关注着皮克王国的政局变化,就像赵长强说的,他心里门清,如果让宾利获得了政权,他的魔鬼训练营肯定会遭到宾利的疯狂打击报复。 很可能会真的在皮克王国除名。 老乔治平时看上去有些奸商的品质,但是关键时刻,绝不含糊,他马上找到了史密斯,让他火速组织200战斗力量,携带重武器,赶往皇家港口,史密斯接到命令后,马上行动起来,于是整个魔鬼训练营都忙乱起来。 武器都是现成的,机枪大炮都是赵长强送来的。 比较麻烦的是人员问题,魔鬼训练营的学员,包括世界各地黑帮送来进修的,还有皮克王国军方送来培训的,总共有近千人,只要在魔鬼训练营,就必须要接受乔治的指挥。 但是已经形成战斗力量的也就500人左右,其中200人驻扎在皇家港口,老乔治现在出200人也算是极限了。 这些人在史密斯的组织下,携带重武器,快速地赶往皇家港口。 赵长强得到乔治,布朗的肯定答复后,马上对身边的拔总说道。 拔总,你带上毒龙会除农民之外的所有兄弟,马上赶往码头,会同魔鬼训练营的人,马上赶往纳兰岛。 赵长强的命令一下,所有人都愣了一下,农民马上说道。 强哥,我们都走了,这里怎么办,明天的议会上搞不好要发生火拼啊? 这可不是什么超级大国的议会,有许多的法律限制。 以皮克王国目前的情况看,发生什么都不奇怪。 一切皆有可能啊。 就是啊,强哥,我们派这么多人去纳兰岛,可是我们还不知道纳兰岛上到底有没有M君。 如果没有,我们不是小题大做了,拔总也疑惑地说道。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只要做出了判断,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不然后悔都来不及。 至于这里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 赵长强摆摆手说道。 拔总有些汉言,他感到自己和强哥最大的差距不是伸手,不是枪法,而是对事情的敏锐判断和决断能力。 拔总不再废话,只是深深地看了一眼大门紧闭的手术室,他实在不放心还在手术中的红亚伦。 放心吧,只要亚伦的手术有了结果,我会马上通知你。 赵长强也看了一眼手术室的门说道。 拔总这才带着人快速地离开了医院,直扑皇家港口。 农民,你留在医院负责照顾红亚伦和其他的弟兄们。 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明白了吗? 赵长强又对留下来的农民说道。 明白,强哥,农民马上大声说道。 虽然强哥只留下了他一个人,但是受伤的八个兄弟中,有六个是轻伤,早已经从其他手术室中出来,进入书业是书业,如果有危险,他们会帮助农民一起保护重伤的红亚伦等人。 赵长强轻轻地拍了一下农民的肩膀,有些歉疚地说道。 等亚伦醒来,替我给他道个歉吧。 事情紧急,我必须先去黄禁卫军的军营一趟,只有取得了军方的支持,我们才能彻底地孤立兵力,让他美梦成空。 农民重重地点点头,说道。 强哥,你放心吧,都是自家兄弟,亚伦会理解大家的。不过,我们还不知道禁卫军的态度,你这一去,可能会有危险啊。 放心吧。 宾利几次的行动,禁卫军都没有大规模的出动力量,这就说明,宾利根本没有完全掌握皇家禁卫军。 我们完全可以将这张王牌抓到我们手中。 说到这里,赵长强冷笑一声继续道。 哼哼,宾利以为找到他的美国爹,请他们出兵,就能万事大吉,他错了,M国人,也就只能出动点精锐小分队,注定会被淹没在皮克王国的大军中。 赵长强最后看了一眼手术室的门,然后大不留心地离开了医院,拦下一辆出租车,直奔天龙食品厂而去。 赵长强根本不认识皇家禁卫军的司令官,所以必须要和妹妹一起去才行。 一辆家常林肯快速地离开了天龙食品厂。 车上坐的正是赵长强和赵紫薇兄妹两人,开车的仍然是赵紫薇的保镖麦克尔·杰恩。 之前赵紫薇说要炒麦克尔的鱿鱼只不过是气话,其实他是很认可麦克尔的工作的。 车上,赵长强用妹妹的卫星电话,使用加密卫星频道和前老爷子通了电话。 行动在即,眼看就要和M军精锐部队展开正面交锋,赵长强必须要和前老爷子先沟通一下,他需要祖国支持。 赵长强有把握将进入到皮克王国的这股M军彻底地消灭掉,但是砍倒高粮显出狼,打了孩子引出娘,自己将M军的精锐部队消灭了,M军肯定会急眼。 第五舰队只需要出动舰载机,对皮克王国进行一轮轰炸,不光他要完蛋,整个皮克王国也会完蛋。 赵长强必须保证这是一场小规模的有限力量之间的较量,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只靠赵长强是白瞎的,必须还要华国插手。 现在,华国已经在国际上制造了强大的舆论,让M国不敢肆意地大规模进攻皮克王国,但是吐沫烟不死人,如果M军吃了大亏,他们肯定会撕下脸来大局进攻皮克王国。 要想维持一个平衡点,让战争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华国必须还要在军事上给予M国重压。 皮克王国的事情说到底,还是华国和M国的较量,并且是政治、外交、军事等等全方位的较量。 前老爷子的电话接通后,赵长强开门见山地说道, 老爷子,人家向我出手了,死了一个兄弟,三个重伤,五个轻伤。 我要反击了,我有决心将那帮混蛋赶出皮克王国,或者直接将它消灭,但是我需要国家的一个表态。 我可不想被国家卖了,成了国家维持平衡的弃子,牺牲品。 呵呵,小子,你太滑头了,我好像不止一次告诉你,国家为什么会派你去皮克王国吧? 话筒中传来老爷子呵呵的笑声。 赵长强没说话,他等着老爷子继续说下去。 因为在华国,除了你,谁也玩不赚皮克王国这盘棋,我们会给予你最大的支援, 保证第五舰队的舰载机不会飞到皮克王国的上空你放心吧。 国家不会忘记任何一个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 等这件事结束后,无论是牺牲的,还是活着的人,国家都会给予你们应有的荣耀。 电话中的老爷子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然后忽然加中了语气说道。 我们的飞机被他们搞下去了,飞机上的十几人无意生还,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了。 老爷子再次停顿了一下,然后再次提高了语气吼道。 赵长强? 有,电话这头的赵长强陡然清脆地答道,如果不是在车里,他肯定会打个例证,敬个礼。 放开胆量去做,这一次就算你把天筒破了,我给你兜着,国家给你兜着。 就算你引起了世界大战,国家也不会因为这是制裁你,老爷子在电话中斩钉截铁地说道。 老爷子的话不多,但是赵长强的脑袋却急速冲血,满腔热血,好像要喷涌而出。 他马上对老爷子说道。 是,老爷子。 你就瞧好吧。 这盘棋,我一定给你下活咯。 结束和老爷子的通话后,赵长强心中有了底。 至于老爷子怎样完成对他的承诺,那是老爷子的事情,赵长强管不了那么多了。 赵紫薇看到哥哥脸上露出喜色,不禁好奇地问道。 有什么好消息? 有娘家的感觉真好,赵长强眉头眉脑地说了一句。 娘家,你到底是我哥哥,还是我姐姐呀? 赵紫薇小声嘟嚷一句,惹来赵长强的一阵笑声。 皇家禁卫军司令员卡蒂亚诺本来有自己的府邸,但是这两天一直住在禁卫军司令部,一个原因是他的府邸在地震中也成了废墟, 另一个原因是这两天夜里不断响起的枪炮声,以及宾利昨天晚上忽然找到他,让他敏锐地感到皮克王国正迎来一个转折点。 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必须要牢牢地掌握住军队的指挥权,绝不能让皇家禁卫军乱起来。 一旦军队乱起来,皮克王国就彻底地完了。 卡蒂亚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满脸轻杠杠的胡子茶,此刻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着头顶的日光灯发呆。 卡蒂亚诺在为自己的命运担心。 他本来以为国王吉人天象会没事的,没想到直到现在还没有他的消息,看来已经凶多吉少,宾利继承王位继承定局。 昨天夜里,他为整个国家的未来考虑,没有听从宾利的命令,已经得罪了宾利。 宾利一旦掌权,绝对没有他的好下场,丢官罢职算轻的,搞不好就要脑袋落地。 卡蒂亚诺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人,他很有政治考虑。 他知道,皮克王国已经陷入华国和暗国两个大国的角逐中。 双方的代表人物,一个是赵长枪,一个是宾利王子,而他自己则是夹在这两个势力中间的势力,无论他加入哪个势力的阵营,都会让这个阵营在这场角逐中取得最后的胜利按说,宾利王子是正统,是罗伊家族的正宗传人,卡蒂亚诺应该跟着他走,但是他的心中很清楚,一旦宾利掌权, 皮克王国早晚会划入暗国的版图。 一旦出现这样的结果,他对不起对他有知欲知恩的罗伊国王。 而赵长枪虽然不是皮克王国的人,但是由于赵天龙以前的威望,以及赵紫威,还有魔鬼训练营的原因, 让赵长枪在皮克王国有了很大的资源,有了和宾利亦争长短的条件。 最重要的是,由于华国离皮克王国太远,再加上暗国的牵制,所以皮克王国如果倒向华国,只会使皮克王国获得更大的利益,绝不会成为华国的附庸。 这也是罗伊国王的选择。 在卡迪亚诺的心底深处,他是希望倒向赵长枪一方的,毕竟他代表的是罗伊国王的意志。 但是赵长枪虽然手中有资源,可是现在宾利已经借助了M国的力量,M军已经进入皮克王国,甚至已经对赵长枪展开袭击。 在卡迪亚诺看来,赵长枪和M军比,还步步在一个档次上。 如果自己倒向赵长枪一方,赵长枪失败后,自己只有死路一条。 思虑再三,卡迪亚诺感到现在自己倒向哪一方,好像都是死路一条。 他有些后悔,昨天晚上没有服从兵力的命令了,那等于将自己逼到了绝路上。 卡迪亚诺正在思考皮克王国和自己未来的命运,卫兵忽然打个报告。 进来告诉他,赵长枪和赵紫薇要见他。 卡迪亚诺有些发呆的眼神忽然闪出一丝亮光,冲卫兵说道。 让紫薇小姐来见我,将赵长枪拦在外面。 是,卫兵答应一声走出了办公室。 司令部的大门外,赵长枪和赵紫薇正在等待。 进去通报的卫兵很快回到他们的面前,啪得一下打个例证,然后说道。 司令官请紫薇小姐进去,赵长枪先生留下。 赵长枪和赵紫薇同时一愣,他们本来以为卡迪亚诺要么两个人都不见,要么都见的,因为他们两人就是一个整体。 没想到,卡迪亚诺竟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不过这好像也很好理解,赵紫薇是皮克王国高层中的一员,卡迪亚诺当然要见他,但是赵长枪在皮克王国却什么也不是,虽然他有势力,所以卡迪亚诺完全可以拒绝见他。 赵紫薇刚想让卫兵再次进去劝说卡迪亚诺,却忽然发现哥哥朝他挤了几眼,于是他马上改口说道。 好吧,请投钱带路。卫兵狐疑地看了赵长枪一眼,然后带着赵紫薇朝司令部里面走去,迈克尔。 杰恩刚想迈步跟着赵紫薇进去,却被卫兵回过头来拦住了。 迈克尔刚想和卫兵理论,却被赵长枪过来拉住了胳膊,说道。 走吧,迈克尔,这里可是重兵守卫的军营,难道你以为紫薇在这里还会有危险吗? 赵长枪说着话,不由迈克尔分辨便扯着他钻进了家常林肯,然后驱车扬长而去,赵紫薇很快便来到了卡迪亚诺的办公室。 卡迪亚诺热情和他握手,然后吩咐卫兵给赵紫薇端上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 为什么不让我哥哥进来?赵紫薇开门见山地问道。 卡迪亚诺端起自己面前的咖啡杯,笑着说道。 我为什么要让他进来?再说了,难道紫薇小姐还代表不了赵先生吗? 赵紫薇一愣,竟然不知道怎样回答卡迪亚诺,但是赵紫薇非常的聪明,他马上转移了话题,说道。 我们找到罗伊国王了。 卡迪亚诺刚刚放到嘴边的咖啡杯差点没摔到地上, 他啪的一下将咖啡杯放到桌子上,然后激动地猛然站起来,说道。 你说的是真的?罗伊国王在哪里?我要见他。 卡迪亚诺一直效忠于罗伊国王,本来以为他已经挂了,现在猛然听到他的消息。 当然激动莫名。 只要罗伊还在,他就不用自己去选择,只要按照罗伊的命令,行事就行了。 他被宾利王子囚禁起来了。 赵紫薇又说道。 卡迪亚诺再次一惊,下意识地说道。 不可能吧,宾利王子怎么能干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 是禁卫军的副司令查理亲口交代的。 地震发生后,宾利偷偷将罗伊国王从废墟中救出来, 然后秘密将他囚禁到了纳兰岛上。 现在是生是死还不知道。 赵紫薇面色沉痛地说道。 一想到罗伊国王现在还生死不知, 他的心里就非常难受。 卡迪亚诺不再说话了, 他重新坐到椅子上, 开始急速地考虑赵紫薇给自己的带来的这个消息的真伪, 以及对自己未来的影响。 知道罗伊国王的下落是好事, 但是罗伊国王被宾利控制又是坏事, 宾利手中又多了一张牌, 在和赵长枪的争斗中胜算更大了。 赵紫薇却没有给卡迪亚诺犹豫的时间, 他接着说道。 宾利王子明天召开议会, 在M国大兵的帮助下, 他肯定会绑架所有议员的意志, 让议会通过他继承王位的提案。 我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想让你来保证明天的议会能公平公正。 召开。 赵紫薇本来以为卡迪亚诺会答应他的请求, 没想到卡迪亚诺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让他的心猛然提了起来。 只听卡迪亚诺说道。 紫薇小姐, 你这话我就不明白了。 宾利王子本来就是合理合法的王位继承人, 通过提案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 他为什么要绑架大家的意志, 难道在明天的议会上, 你不打算投宾利一票吗? 赵紫薇心中一阵紧张, 听卡迪亚诺的意思, 他好像要倒向宾利啊, 这可大事不妙, 必须将他拉回来。 赵紫薇冷笑一声说道, 呵呵, 司令官阁下这话是真心话, 还是故意试探我。 如果宾利王子是走正规法定渠道继承王位, 我当然会举手赞成, 可是现在他却囚禁了罗伊国王, 他已经是一个罪人, 难道你觉得他还有资格继承王位吗? 卡迪亚诺抬头看了赵紫薇一眼, 淡淡地说道, 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 除了查理, 你连个证人都没有, 宾利不但可以完全否认这件事, 而且可以倒打一耙, 说是你囚禁了罗伊国王, 毕竟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 谁也不知道真相。 卡迪亚诺的话刚说完, 门外忽然响起一个声音, 谁说我们除了查理, 就没有证人了, 接着一个人一条门帘, 从外面走了进来, 进来的人赫然正是赵长枪, 身后还跟着迈克尔, 杰恩。 原来, 赵长枪和迈克尔离开司令部的大门, 驶出不到一公里后, 便将车子开进一个偏僻的角落, 然后赵长枪带着迈克尔绕回了司令部。 不过这一次, 他们没有去司令部的正门, 而是绕到了司令部后面一个偏僻的地方。 进卫军司令部原来的高枪早在地震中成了废墟, 取而代之的是高高的铁丝网, 铁丝网上是密布的铁刺, 阻拦效果比原来的高枪还要强悍, 普通人根本不可能翻阅而过。 不过这难不住赵长枪。 只见赵长枪甩出追魂枪, 在铁丝网上一阵胡乱滑动, 便催枯拉朽般在上面破开一个大洞。 跟在赵长枪后面的迈克尔都看傻了, 自己老板的这个哥哥可真够神奇的, 好像天下就没有能难住他的事。 进入司令部大院后, 两个人借着夜色的掩护, 快速地朝卡迪亚诺的办公室靠近。 赵长枪快速地身法再次让迈克尔大吃一惊, 他的身形几次暴露, 都是赵长枪快速地解决了卫兵, 化险为夷, 这让迈克尔对赵长枪佩服的五体投递。 最终两个人有惊无险地潜伏到了卡迪亚诺的办公室外面。 赵长枪听到卡迪亚诺说他妹妹没有证人后, 马上一条门帘迈步进了房间。 卡迪亚诺看着迈步进屋的赵长枪二人, 不禁悚然一惊, 疼得一下再次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右手猛然朝腰间地快把枪套上摸去。 然而他的手刚刚碰到自己的枪, 就惊恐地看到赵长枪的枪口已经指向了他的脑袋。 司令官阁下, 你最好还是乖乖地坐下, 我们好好的谈谈, 你知道的, 我这人胆小, 手一打哆嗦, 枪可能会走火。 赵长枪似笑非笑地看着卡迪亚诺说道, 已经站到赵紫薇身后的迈克尔, 听到赵长枪说他胆小后, 嘴角情不自禁地挑了一下, 露出一丝笑容心想, 你要是胆小, 天下就没有敢说自己胆大的人了。 卡迪亚诺待了好一阵, 才将手从枪柄上移开, 然后一屁股无力地坐在椅子上, 有些沮丧地说道, 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的卫兵呢? 卡迪亚诺心中的震惊无以复加, 要知道这里可是戒备森严的司令部, 不但外面有铁丝网, 而且里面哨兵伶俐, 院子里还临时架设了许多探照灯, 就算是个老鼠都不可能静悄悄地跑到自己的屋里来吧, 赵长枪是怎么进来的? 本来卡迪亚诺还在怀疑赵长枪这次为什么这么好脾气, 自己不让他和赵紫薇一起进来, 他就没有进来, 原来人家早就打算不宣而入了。 赵长枪拉过一把椅子, 坐到了卡迪亚诺对面, 说道, 我是怎么进来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好好谈谈合作的事情。 哦, 我可以向你保证, 你的卫兵都没事, 只不过得好好睡一觉。 你想胁迫我, 卡迪亚诺冷声说道, 不, 不, 我只是想给司令官阁下想调出路而已。 你刚才不是说, 我们没有证人能证明兵力囚禁了罗伊国王吗? 我现在告诉你, 我们有。 赵长枪把玩着手中的枪说道, 一把九二式手枪在赵长枪手中做着各种各样花哨的动作, 赵长枪时而让他绕着自己的食指旋转不停, 时而掌心向下旋转360度, 令人眼花缭乱。 卡迪亚诺看得胆战心惊, 生怕赵长枪的枪走火爆了他的脑袋, 于是皱着眉头说道, 赵先生, 你还是先把枪收起来吧, 我看着眼晕。 赵长枪黑黑一笑, 啪的一声将枪放在了桌子上, 黑洞洞的枪口恰好正对着卡迪亚诺。 麦克尔在旁边看得直咧嘴, 赵长枪太不把卡迪亚诺当干部了, 好歹人家也是五千多禁卫军的总司令啊, 卡迪亚诺心中这才松了一口气说道, 赵先生, 难道除了查理, 你们还真有其他的证人? 当然有。 谁?在哪里?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就是你, 我, 卡迪亚诺冷了, 他不知道赵长枪什么意思。 哼哼, 明天的议会之上, 只要罗伊国王不出现, 无论拿出任何证据和证人来, 宾利都可以否认他囚禁罗伊国王的事实, 因为他有暗国人撑腰, 但是只要你能站出来作证, 宾利就不得不就犯了, 明天我们将扣押宾利, 然后静待国王的消息。 实话告诉你吧, 我的人已经去救罗伊国王了, 如果罗伊国王能生还, 那当然最好, 我们便把兵力交给罗伊国王处理。 如果罗伊国王真的牺牲了, 我们便公开枪决兵力, 然后重新召开议会, 选出国王继承人。 赵长枪一口气说道, 卡迪亚诺没有说话, 他站起身在地上来回走动着, 这可是真正的兵变, 搞不好就要人头落地, 他必须好好地想清楚其中的厉害关系, 他在心中在快速地判断着赵长枪方案的可行性。 只要自己出兵, 他毫不怀疑赵长枪的方案有很大的可操作性, 可问题是, 自己打了M国人, M国人能善罢甘休, 他们要是不顾一切地进攻皮克王国, 不但自己要死无葬身之地, 就是整个皮克王国都要完蛋。 再说, 扣押宾利之后, 罗伊国王能回来还好, 如果不能回来, 赵长枪就要枪决宾利, 宾利死后, 谁来接任国王之位, 罗伊可是就宾利这么一个儿子, 没有人来接任国王, 皮克王国的政局就不会稳定, 到时候, 整个皮克王国都会陷入一片混乱。 卡迪亚诺正在犹豫, 却又听到赵长枪说道, 如果你能按我的说的做, 我能保证M国不会大举进攻皮克王国。 M。 卡迪亚诺瞥了赵长枪一眼, 说道, 你凭什么能保证? 赵长枪淡淡一笑, 说道, 凭我是华国人。 很平淡的一句话, 却彰显着无比的霸气, 这就是一个大国的底气, 这让卡迪亚诺有些感慨。 如果宾利王子被处决, 而罗伊国王又去世, 那么谁来接任国王? 如果没有人接任国王, 会造成整个国家的动荡。 卡迪亚诺说出了自己的另一个担心。 司令官阁下好像忘了一件事, 赵紫薇小姐好像也有继承权的。 赵长枪淡淡地说道, 紫薇小姐, 不行, 她不行, 虽然她是罗伊国王的妓女, 但是她毕竟没有罗伊家族的血统, 虽然权力法案中规定, 在国王没有亲生儿女的情况下, 继子女可以接任国王, 但是还有一个附加条件, 就是接任者必须找到一个 具有罗伊家族正宗血统的人来接任下一任国王。 想在皮克王国找到另一个具有王族血统的人, 几乎是不可能的。 到时候, 紫薇小姐就要背上窃国罪的罪名, 卡蒂亚诺马上说道, 司令官阁下, 你错了, 我们现在就有一个真正的小王子, 将来他会接替赵紫薇当下一任国王。 赵长枪此话一出口, 不光卡蒂亚诺愣了, 连赵紫薇都愣了。 罗伊国王年轻时从马上摔下来, 将那活摔坏了, 从此没了声誉, 这几乎是皮克王国公开的秘密, 他哪里还有儿子, 在皮克王国, 任何人都没听说罗伊国王还有一个儿子, 赵长枪不会是信口开河吧? 再说了, 如果赵长枪说的是真的, 那么还轮到赵紫薇接任国王吗? 没有人相信赵长枪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 但是赵长枪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让他们不得不信了。 只听赵长枪又说道, 林王妃已经怀孕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 最高兴的赵紫薇, 她疼得一下站起身, 兴奋问赵长枪。 哥哥, 你说的是真的, 妈妈真的给我怀了一个小弟弟, 你是怎么知道的? 赵长枪笑着说道, 自从我给林王妃治伤时, 我就从她的脉象上判断出她已经怀孕。 太好了, 太好了, 赵紫薇高兴地直搓手, 恨不能现在就去问问妈妈, 想听她亲口承认此事。 卡迪亚诺却呆愣老半天, 才难难地说道, 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的, 罗伊国王不是? 罗伊国王失去生育能力, 难道你不知道, 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医生吗? 难道你不知道, 世界上治疗不孕不育的专家有很多吗? 赵长枪黑黑笑着说道, 可是, 可是, 可是罗伊国王为什么没有早公布这个消息? 卡迪亚诺还是不相信地问道。 卡迪亚诺刚问完, 就用手使劲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 他意识到自己这个问题多余了。 自从皮克王国发现大型油田的事情被整个世界都知道后, 皮克王国的高层就出现了动荡。 而近来皮克王国又有传闻说, 当初将油田的事情泄露出去的就是宾利王子。 所以, 宾利王子和罗伊国王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严重。 权力斗争向来是最残酷的, 如果罗伊国王过早地对外宣布了林王妃怀孕的消息, 以他和宾利王子之间的紧张关系, 宾利王子说不定会做出对林王妃不利的事情。 这种事情古来有之, 不能不防。 罗伊国王暂时保密这个事情, 肯定是为了保护林王妃, 更是为了保护他未来接班人。 赵长强只是静静地看着卡蒂亚诺, 压根就没打算回答他这个问题。 好吧,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宾利真的囚禁了罗伊国王? 卡蒂亚诺双眼直视着赵长强的眼睛说道, 他到现在还是不太相信这个消息。 我用我的脑袋担保, 最迟在明天, 你就会看到罗伊国王。 赵长强毫不犹豫地说道, 他只说让卡蒂亚诺能见到罗伊国王, 却没有说是死的还是活的, 因为直到现在, 赵长强自己也不知道罗伊国王是不是还活着。 按照查理的招供, 罗伊国王被从废墟中挖出来时, 可是受了重伤。 赵长强内心深处, 对罗伊国王能生还也已经不抱多大的希望了。 好吧, 我答应和你站在一起, 共同面对皮克王国的未来, 卡蒂亚诺终于被赵长强说服了。 他已经意识到, 赵长强手中的排员比宾利多, 他肯定能笑到最后。 好, 赵长强说着话, 举起了自己的右手, 卡蒂亚诺也伸出巴掌, 使劲和赵长强激了一下, 说道, 但愿罗伊国王能平安归来。 无论罗伊国王能不能平安归来, 我们都应该还皮克王国一个安定的天空。 赵长强郑重地说道, 卡蒂亚诺拿定主意后, 由于时间紧迫, 马上开始秘密调兵遣将, 准备明天的议会。 赵长强兄妹二人和迈克尔则离开了司令部。 你觉得卡蒂亚诺可靠吗? 在车上, 一向不喜欢多问话的迈克尔忽然问道, 除了跟我们合作, 他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别忘了, 我们手中还有魔鬼训练营这张牌。 魔鬼训练营的人数虽然不如禁卫军多, 但是禁卫军想吃掉他, 得准备自己崩掉两颗门牙。 和我们合作, 能轻松搞定宾利, 但是和宾利合作却不一定能搞定我们。 这其中的厉害关系, 卡蒂亚诺应该能清楚。 赵长强怂怂肩说道。 就在此时, 赵长强的卫星电话忽然响了, 赵长强接通电话, 医生的声音从话筒中传出来。 强哥, 我们已经靠近纳兰岛, 岛上确实有M军。 一定要小心那些M军, 他们不是一般的部队, 很可能是第五舰队的王牌陆战队。 不要贸然惊动他们, 你们三个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 我已经派出援军, 他们携带着重武器, 等你们会合到一起后, 先炮火覆盖, 然后登陆作战, 明白了吗? 赵长强马上说道。 医生沉默了半分钟, 然后说道。 强哥, 如果我们先炮火覆盖, 会不会误伤到罗伊国王? 赵长强何尝不知道炮火覆盖会伤到罗伊国王, 可是他对那些M军的印象太深刻了。 如果让他们占据有力地形, 自己的兄弟强行登陆, 肯定会造成大量的伤亡。 赵长强接受不了这种损伤。 为了减少我们的伤亡, 我们只能这样做, 没有其他的办法。 我相信罗伊国王吉任天象, 会没事的。 赵长强沉着脸说道, 他也不想这样做, 可是他要面临的是真正的战争, 所有的软弱和犹豫都会带来大量的伤亡。 医生当然知道赵长强的难处, 于是小声说道。 枪哥, 我们决定先登岛, 摸清罗伊国王被囚禁的地方, 这样我们在炮轰纳兰岛的时候, 就能尽量避开罗伊国王了。 赵长强沉吟了一下, 他在考虑这样做到底值不值, 毕竟登岛实在太危险了, 过了足有半分钟, 赵长强才说道。 好吧, 行动一定小心, 千万不要暴露自己, 更不少试图就凭你们三个救出罗伊国王。 找到罗伊国王的藏身处之后, 马上撤到安全的地方静带援兵, 天亮以后再展开炮击, 那样能提高炮击的准确率。 是, 枪哥, 医生挂断了电话。 漆黑的夜色中, 一辆黑色的快艇静静地漂浮在黑前的海面上, 随波逐流。 赵玉山手持夜视望远镜, 正观察着远处黑前前的纳兰岛。 纳兰岛并不大, 从这里看, 就是矗立海平面之上的一个小山包, 但是赵玉山能从望远镜中看到, 在小山包的山顶上有人, 而且服装打扮和皮克王国皇家禁卫军截然不同, 这就说明, 岛上的确已经有M军存在。 枪哥怎么说, 赵玉山见医生挂断了电话, 放下望远镜小声问道。 上岛侦察, 不要试图救人, 天亮后炮击海岛。 医生简单地说道。 炮击海岛, 那老罗伊怎么办, 不会一块被炸死。 工人疑惑地说道, 我们的侦察任务, 就是找到老罗伊藏身的地方, 只会炮手躲开这个地方。 准备求度, 医生说着话, 将卫星电话用防水塑料布包裹岩石, 贴身放好, 收拾好自己的家伙, 轻轻地跃入水中。 我们的快艇怎么办, 工人也高举着自己的冲锋枪跃入水中, 口中还嘟嚷道。 先到海底卫王八。 赵玉山下水后, 一只胳膊举着自己的武器装备, 一只胳膊抓住快艇的一侧, 猛然向下一拉, 试图将快艇弄翻, 但是他的力气虽大, 在水中却借不上力, 快艇的个头也不小, 竟然没有将快艇弄翻。 靠, 你把船弄翻了, 我们怎么回来? 压挺的, 不会遇上鲨鱼吧? 工人骂道, 前一句骂赵玉山, 后一句自言自语。 回来毛线, 我们就在岛上侧应大部队登陆, 快点过来帮忙。 赵玉山小声冲工人说道, 工人却连理他都没有, 竟直朝医生追去, 嘴里还直嘟嚷。 赵玉山还试图再努力一把, 却听到已经游到前面的医生扭头冲他说道, 快走, 敌人好像发现我们了, 赵长枪这才放弃了将船弄翻的想法, 踩着水快速追到了医生身边, 看着远方黑乎乎的纳兰岛说道, 你真看到敌人了, 我怎么啥都看不见? 我猜的。 医生老神在在地说道, 曰, 赵玉山刚想唠叨两句, 却忽然看到小山顶上冒起一团耀眼的火光, 接着传来一声闷响, 还没等他们明白过怎么回事来, 他们身后的快艇就轰然一声爆炸了,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 在海面上汹汹燃烧, 然后逐渐沉没到海水中。 三个家伙冷汗都下来了, 如果再晚下水片刻, 他们就要飞灰烟灭了。 呸, 赵玉山使劲涂了口吐沫, 接着说道, 这帮混蛋够狠啊, 流弹, 他们发现我们了, 我们怎么办? 工人有些目瞪口呆地问道, 他们只是发现了我们的快艇, 却没有发现我们的人。 快走, 医生说道, 你怎么知道, 赵玉山一边往前游, 一边问道, 你笨啊, 他们如果发现了我们, 机枪子弹早就朝我们飞过来了, 也许现在他们正在庆祝将我们消灭了呢, 嘿嘿。 工人摆了赵玉山一眼说道, 少废话, 快走, 医生扭头对两个家伙说道, 三个人不再废话, 悄悄朝岛上摸去。 赵长枪料想的一点都没错, 此次帮助宾利的, 正是M国第五舰队的海军陆战队, 一个小队, 总共110人, 全部都是战斗人员。 宾利得知查理被抓后, 为了防备老罗伊被救走, 在纳兰岛上安排了60个M军, 算是重兵防守了。 剩下的50个人全部被宾利留在了身边。 可惜在今天傍晚进攻天龙食品场的战斗中, 一下子就死了15个, 可谓已经损失惨重。 刚才医生在观察纳兰岛时, 岛上的敌人也在观察他们的快艇, 不过由于距离太远, 敌人的观察手也没用夜视望远镜仔细观察, 所以没有发现医生三人已经下船, 当游艇被一颗枪榴弹爆掉后, 他以为游艇上的人也被干掉了, 心底深处马上放松了警惕, 无形中降低了赵玉山三人登岛的难度, 早晨八点, 负责站在小山包顶上放哨的M军, 打个哈欠, 看了看大本营的方向, 那里有几顶军用帐篷, 他的同伴都住在那里, 当然老罗伊也被囚禁在那里。 妈的, 卡里怎么还不来接老子的班, 士兵嘟嚷一声, 将目光从大本营的方向收回来, 再次投向海面。 可是就在他的目光再次投向海面后, 忽然发现远处开来了几个庞然大物, 正熊啾啾气昂昂地朝纳兰岛驶来。 那是五艘万吨货轮, 但是每艘船的甲板上都整齐地排列着一门门的榴弹炮, 高耸的炮管好像长矛一样指向了纳兰岛的方向。 我的天, 那是什么怪物, 妈的, 哨兵大骂一声, 举起手中的枪, 对着海面, 就是秃秃一缩子, 口中大喊道, 都出来, 敌人来了。 海军陆战队毕竟训练有素, 枪声一响, 指挥官就飞速地跑到了山顶上, 举着望远镜, 朝海面上看去。 当他看清面前的局势后, 马上意识到, 就凭他们手中的家伙, 他们根本无法与对手抗衡, 于是马上大声命令道。 传我命令, 马上让大家离开大本营, 分散躲藏, 等到敌人登陆时, 再给我狠狠地揍他们。 指挥官说完马上快速地超山下跑去, 山头肯定是敌人第一轮炮击目标。 这批M国海军陆战队员, 不愧为第五舰队的精英, 看到向纳兰岛围堵过来的五艘庞然大雾, 丝毫没有惊慌, 有些家伙甚至还在比夷皮克王国军人的坐井观天, 和无知无畏。 因为皮克王国连搜正规的战舰都没有, 向他们围攻而来的, 不过是上面加装了武器的万吨霍轮。 霍轮的战斗力和战舰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训练有速的陆战队员快速地从帐篷中跑出来, 以小组为单位, 四处散开。 就算敌人的炮火再凶猛, 也不可能将整个纳兰岛都炸沉, 敌人登陆纳兰岛的时候, 就是他们痛击他们的时候。 上尉指挥官一边安排手下的士兵隐蔽起来, 一边开始呼叫第五舰队的长官, 请求他们起飞舰在机, 对来犯之敌予以猛烈轰炸。 他不知道对方的船上有多少人, 如果一下子来上成千上万的士兵, 就是他们把身上携带的子弹全部耗光, 也杀不完敌人。 M军的军事通讯系统可不是赵长枪的独龙会所能比拟的, 上尉不但可以随时和自己留在基地的长官通话, 还能和自己任何一个陆战队员通话。 很快, 指挥官就轻松联系到了第五舰队的长官。 然而让陆战队指挥官意外的是, 他的长官竟然直接拒绝了他起飞舰在机的请求。 为什么? 难道你想让我们全部葬身火海吗? 上尉明显脾气不太好, 对着迈克冲自己的长官吼道。 为什么? 老子还不知道为什么呢? 能不能战胜敌人就靠你们了? 他的耳朵里响起长官暴躁的怒骂声。 法克, 上尉咒骂一声, 快速地朝一个掩体跑去, 看来, 要想战胜对手只能靠自己了。 不是第五舰队不想出兵, 而是第五舰队司令部忽然接到了五角大楼, 的命令, 让他们严格控制战争的规模, 只能派出小谷作战部队, 绝对不能出动舰载机对皮克王国的领土展开毁灭性打击。 第五舰队的参谋们虽然不知道五角大楼为什么发出了这样奇怪的命令, 但是他们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如果他们此刻到世界的东方去看看, 他们就知道五角大楼为什么会下达这样的命令了。 就在昨天白天, 华国忽然进行了巨大的军事部署, 连连调兵遣将, 只用半天的功夫, 就在东南沿海陈兵数十万, 冰封直指华国替省, 摆出一副武装收复替省之事。 同时, 华国南海舰队迅猛挺进南沙群岛, 准备一举扫清南海的妖魔鬼怪, 彻底将南海控制在自己手中。 还有, 华国东海舰队忽然在东海大搞军事演习, 而假想敌就是M国的第三舰队基地, 横须鹤岗。 最要命的是, 华国几乎所有的导弹发射基地全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一个个发射价倍数起, 一颗颗战略核导弹被运出仓库, 随时准备发射。 前老爷子没有欺骗赵长枪, 华国搞出了大动作, 他在向世人宣示, 现在的华国再也不是昔日的东亚病夫了, 有不服气的, 有想挑衅华国的, 放马过来吧。 狗日的, 看看打不惨你, 老子的核武器不是摆着当样子看的。 华国的军事行动, 举世震惊, 其周边国家的领导人都不是傻子。 华国为什么忽然搞出这么大的动作, 几乎全军出动, 针对的就是M国。 就在一段时间前, M国秘密打下了华国的民航飞机, 最后却吃干抹净不认账。 真以为华国还是被炸了大使馆, 一句误会, 误会, 握个手, 给点钱就能摆平的时代。 华国在用行动向他们说, 不, 他们要为无辜死去的华国人报仇血恨, 这不是华国小心眼, 没有大国风度, 而是为了一个民族的尊严。 所有东南亚生活在M国语义下的国家和地区, 马上纷纷联系他们的M国爹, 请求援助。 而另一些大国却通过不同的方式在M国和华国之间获悉尼。 软得怕硬的, 硬得怕横的, 横得怕愣的, 愣得怕不要命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M国发出了 禁止第五舰队起飞舰载机轰炸皮克王国领土的命令。 他们不得不接受了华国用实际行动传达给他们的一个信息。 想玩游戏, 就得遵守游戏规则, 不过你们如果想破坏游戏规则, 我们也接招五角大楼, 一个家伙对另一个家伙说道, 我们就这样认输了, 你还想怎么样? 另一个说道, 可是, 我们进入皮克王国境内的陆战队员怎么办? 一个说道, 出来混, 总是要还的。 是我们先打下了他们的民航飞机。 太平洋上的女王号, 事件, 也是我们先出手的。 归根结底, 皮克王国不是我们领土。 另一个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他的一句话也决定了那些陆战队员的命运。 零。 然而, 那些纳兰岛上的陆战队员们可不知道他们已经被国家给卖了。 他们在等待着和敌人血拼的时刻到来, 正如尚未所料, 敌人的第一轮炮击目标果然是山顶。 只见一颗颗炮弹拖着长长的尾焰, 在空中滑出一片弹幕, 然后好像彗星撞地球一样砸在山头上, 爆出一团团的火焰, 发出震耳欲龙爆炸声, 烟尘弥漫, 炮弹的杀伤片夹杂着碎石四处乱飞, 在空中发出嗖嗖的声音。 尚未眼睁睁地看到, 敌人的第一轮炮击结束后, 并没有向海岛纵身延伸射击, 而是分成了几个点, 开始定点轰炸, 他惊骇地发现, 几乎每一个弹灼点都藏着自己的陆战队员, 不到五分钟的功夫, 他就悲惨地发现, 自己已经死了近十名陆战队员。 尚未马上意识到, 纳兰岛上已经混入了敌人。 不然, 就算是最尖端的侦察卫星, 也无法发现他的队员藏身之处, 尚未到底是个聪明人, 他马上意识到了, 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 这些敌人, 肯定是昨天晚上偷偷上岛的。 瑞恩卡, 你他妈的, 到底有没有将昨夜快艇上的人全部消灭掉? 尚未狂暴地, 对着战术头盔里面的麦克吼道。 瑞恩卡正是昨夜在山顶值班的陆战队员, 也是他用一发枪榴弹爆掉了赵玉山三人的快艇。 尚未耳麦中没有传来瑞恩卡的回答, 看来他已经在炮火中挂了。 法克, 所有人都听着, 纳兰岛上已经混入了敌人, 都给我以单兵为单位藏起来, 不要露头。 有机会找到他们的眼睛, 干掉他。 尚未正在对着麦克咆哮, 一发炮弹在他十几米的地方爆炸, 一个榴弹片搜的一声从他额前飞过, 将他的额头划开个大口子。 尚未顿时满头满脸的血, 面目猙獰。 就当M国精锐的陆战队员被炸得狼狈不堪的时候, 赵玉山和医生, 工人三个人却正趴在刚刚被炮击过的山顶上, 观察着山下的M国大兵, 不断地爆出一连串的炮兵术语。 货轮上的靶总就根据这些射击信息, 不断地命令手下的炮兵们修改着射击猪园, 将一颗颗炮弹送到纳兰岛上, 带走一个个生命。 担当炮兵的人都是魔鬼训练营的家伙, 他们可是真正的炮兵, 在训练营就是学这个的。 这帮家伙将残酷的战斗当成教学战了, 一边开炮, 还一边咧着嘴笑一声, 坏了, 我怎么一个敌人也看不到了。 赵玉山直愣愣地站在小山顶上说道, 靠, 我也看不见了。 妈的, 工人也站起来了。 医生猛然站起来, 一把将两个高粱杆子都扑倒, 说道, 找挨炸啊, 榴弹嗖嗖的。 你们死了我伤心, 为了我。 拜托珍惜生命。 这三个家伙敢将山顶当作瞭望阵地, 是因为早已经和拔总联系好的。 拔总第一轮炮击, 将山顶的敌人炸跑, 他们就冲上来了。 虽然拔总不会命人再次朝山顶炮击, 但是炮弹是有散射的, 鬼知道会不会有炮手发射个神仙弹打到山顶上。 再说了, 现在整个小岛都流弹似飞, 赵玉山和工人傻不愣灯地站着瞭望, 的确是厕所里的便池, 找笔的货。 那我们怎么办? 工人着急地问道, 不能将敌人炸个七七八八, 等把总带人冲锋登陆时, 就会出现巨大的伤零。 按照之前大家的印象位置, 通报炮机密尾, 让他们跑也跑不了多远。 炸不死这些狗日的。 赵玉山咬牙切齿地说道, 赵玉山是个很护短的家伙, 他已经从赵长枪那里知道, 天龙石平场一战, 不但三个兄弟重伤, 甚至其中还包括红亚伦, 而且轻伤了好几个, 所以赵玉山已经恨透了这些M国大兵, 恨不能让他们全部马上变成炮灰。 赵玉山的提议非常有可行性, 于是三个家伙一边观察战场, 一边开始按照自己印象中敌人的方位引导炮兵。 赵长枪这次也是发了狠, 让把总带了大量的炮弹。 成吨的炮弹倾泻到了纳兰岛上, 几乎将纳兰岛轰炸了一遍。 十分钟后, 炮火覆盖结束, 把总命人乘坐冲锋舟, 开始向纳兰岛发起冲锋。 当冲锋舟离纳兰岛还有一百多米的时候, 他们遭到了敌人的反抗。 子弹啾啾地打在冲锋舟周围, 部队开始出现伤亡。 一颗枪榴弹正中一艘冲锋舟, 直接将高速前进的冲锋舟打成了一个火球, 船上的五个人全部遇难。 双方打红了眼, 没命地将子弹朝对方倾斜过去, 想将对方打成筛子。 可是此时把总的部队处在名处, M国大兵都躲在掩体之后, 而且M国大兵的射击水准又明显高出魔鬼训练营, 战事一大截, 所以, 进攻部队的伤亡明显大于M国大兵。 躲在小山包顶上的赵玉山三人一看不是头, 抱着冲锋枪, 呼啸着就朝海边冲了下来。 赵玉山三个人一边高速地超山下跑, 一边不断朝暴露在掩体之外的敌人开枪, 短点射打得又吊又狠, 弹弹咬肉, 眨眼间就放倒了三四个敌人, 让他们丧失了战斗力。 M国大兵的反应非常快, 半分钟之内就发现了赵玉山三人的行踪。 上位指挥官狂吼着命令五个士兵阻击赵玉山三人五个接到命令的士兵调转身形, 开始对着赵玉山三人开枪。 赵玉山三人明显没想到敌人的反应会这么快, 等他们意识到危险后, 子弹已经开始在他们身边肆虐, 三个人快速地扑倒在地上, 向两边的掩体翻滚过去, 依靠掩体和敌人对射。 赵玉山和工人躲到了同一块大石头后面。 敌人的一片子弹扫来, 打在旁边的岩石上接着被弹飞出去, 发出啾啾的声音。 待敌人一波射击过去, 赵玉山猛然弹出身子, 朝对方忙射了一梭子, 然后猛然又缩回了身子。 其实他连敌人的人影在哪里都没看到, 只是凭借着印象中的方位开枪。 现在赵玉山不求消灭敌人, 只求能吸引敌人的火力, 给把总的冲锋部队分担压力。 工人,你他妈的在干什么? 快点朝敌人射击啊! 赵玉山一边再次扫出一梭子, 一边对旁边的工人吼道。 没有回音。 赵玉山感觉不对劲, 猛然回头, 却发现工人面色苍白, 紧咬牙关, 脑袋上的汗水滴滴答答地往下落, 整个左胸已经红了一大片。 赵玉山双眼马上就瞪得溜圆, 脑袋也嗡得一声, 焦急地吼道。 工人,你受伤了? 没,没事, 不过被, 蚊子咬了一口, 我能撑的,撑的, 工人断断续续地说道。 行了, 你他妈的给我闭嘴吧。 赵玉山对他狂吼道, 然后朝不远处还在对着敌人打枪的医生吼道。 医生, 医生, 妈的, 工人受伤了, 快, 快过来。 赵玉山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他已经看清了, 工人中弹的部位正是心脏位置, 子弹很可能已经击穿了他的心脏, 工人凶多吉少了。 医生刚听到赵玉山的声音, 心脏就猛然哆嗦了一下, 赵玉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心也硬, 但是医生却从赵玉山刚才化声中听到了哭音, 可见工人伤得有多重。 医生给自己的枪换上一个弹夹, 然后身子猛然从掩体后面弹了出来, 身在空中便对着敌人一阵狂扫, 同时另一。 边的赵玉山也探出身子对着敌人狂扫, 两个人密集的子弹暂时压制了敌人的火力。 医生借着这个机会, 身体落地后, 快速地翻滚到了工人的身边, 大声冲工人吼道。 工人,工人, 你给我老子振作起来, 把总伤来了, 战斗就要结束了。 医生一边喊, 一边一把撕开了工人胸膛的衣服, 只见工人的左胸多了一个杯口大的血洞, 巨大的窗口, 让子弹灼烧皮肤时并没有将血管封闭, 鲜血好像小瀑布一样, 向外流淌。 医生的一颗心沉到了十八层地狱, 他的专业知识告诉他, 工人没救了。 但是医生没有放弃自己的抢救, 快速地将自己的衣巾撕下一块, 试图缠住工人冒血的伤口, 赵玉山满头是汗地, 在一边坐着毫无意义地帮忙玉山哥, 医生, 不要瞎, 瞎忙了, 没用的, 告诉腔哥, 我, 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情就是, 就是跟了他。 工人淡淡地说道, 说完后, 瞳孔开始散光, 闭嘴, 你给我振作起来, 你能行的, 我们还要跟着腔哥闯出一片天空呢, 好好振作起来。 一向淡定的医生, 这回也不淡定了, 大声地冲工人吼道, 而一边的赵玉山, 却已经泪流满面。 啊, 赵玉山忽然狂吼一声, 端着腔疯了一样, 从岩石后面冲了出去, 快速跳动的枪口, 将子弹好像雨点般, 洒向敌人的阵地。 回来, 你给我回来, 危险, 医生对着赵玉山的背影狂吼道, 然而疯了一样的赵玉山, 根本听不到他的话了, 他的眼睛里只有敌人, 耳朵里只有枪声。 可是这家伙刚跑出十几米, 就扑通一声, 栽倒在地上, 再也没起来。 医生刚刚沉到十八层地狱的心, 马上又提到了嗓子眼, 对着赵玉山的方向嘶吼道, 赵玉山, 赵玉山, 一天之内要失去两个兄弟, 医生感到自己的神经都要崩溃了, 他刚想不顾一切地将工人背起来, 然后去救赵玉山, 可是就在这时候, 他却惊喜地看到赵玉山倒下的地方, 忽然又传出了哒哒的枪声。 医生提到嗓子眼的心, 终于又落到了肚子里。 把总终于带着兄弟们冲上了海岸, 近二百人向敌人发起了冲锋, 战士们呼喊着朝M国大兵围了过去, 将他们一个个地设成马蜂窝。 接着把总带人快速地朝小岛的中央推进, 很快便到达了M军在岛上的大本营。 所谓的大本营不过是四顶军用帐。 捧而已, 把总刚要带人冲进帐篷搜索老罗伊, 忽然一个帐篷的门帘猛然被从里面挑开, 接着从里面走出两个人, 一个M国大兵,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年人。 把总用脚趾头也能猜到眼前这个一身血迹, 浑身哆嗦的老年人很可能就是他们要救的罗伊国王。 罗伊国王的胸口和大腿上满是血迹, 边缘的血迹已经结巴, 变成了暗红色, 虽然面无血色, 但是眼睛却睁得溜圆, 用目光倾泻着他满腔的怒火。 一名脑袋上缠着绷带的M国大兵, 左手抓着老罗伊的后薄灵, 让断了腿的老罗伊保持战力姿态, 他自己的身子则躲在罗伊国王身后, 用手枪顶着罗伊国王的后脑勺, 满面凶光的冲靶总吼道, 都别动, 妈的, 谁动我就打死他, 我要和你们的指挥官谈判。 出现在大家面前的M国大兵正是陆战队的指挥官, 他发现, 拜市已经无法挽回后, 马上悄悄地回到了大本营。 这家伙非常清楚, 自己的对手就是奔着罗伊国王来的, 只要自己控制了罗伊国王, 很可能会逃出生天所有人都马上停了下来, 只是冷冷地看着做困兽之斗的M国大兵, 心中却在想, 谈判, 谈你骂个蛋啊。 把总跨前一步说道, 你有什么要求, 和我说吧。 只要不过分, 我会满足你。 只要你能保证罗伊国王的安全。 把总虽然如此说, 但是说话的时候, 眼睛却在上尉的身上扫来扫去, 他在寻找上尉的破绽。 可是狡猾的M国大兵, 只是从罗伊国王身后露出了半个脑袋, 谁都没有把握能将他一枪毙命。 给我一艘船, 我要和这个老不死的一起离开这里, 你可以派另一艘交通艇跟着我的船, 但是你的船上不能超过两个人, 等到我出了你们的武器射程, 我会将老不死的交给你的人。 就这样, 快点, 尚未快速地说道。 直到这个时候, 他的心仍然没有乱, 仍然能清晰地策划自己安全逃生的方案。 好, 我答应你, 但是有个条件, 罗伊国王身受重伤, 我可以代替罗伊国王作为你的人质。 把总镇定地说道。 不行, 你以为我傻啊, 你他妈撞得像牛一样, 老子能控制得了你, 你想做我的人质也行, 先将自己的两条胳膊打断吧, 尚未狂傲地说道。 可是他的话音还没落地, 耳边忽然传来一声枪响, 接着身子便无力地瘫软了下去, 趴在地上不停地抽搐, 直到身子停止了抽搐, 一动不动了, 他的眼睛还睁得好像同龄一样。 他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他本来应该不死的, 因为他的背后站着的是整个第五舰队,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第五舰队为什么就把他卖了。 就在上位军官倒下的同时, 一名独龙会的小弟, 一步向前, 眼疾手快地架住了摇摇欲坠的罗伊国王。 众人齐刷刷地扭头朝枪声响起的地方看去, 只见医生和赵长枪正朝这边走来, 医生的背上背着一个一动也不动的人, 双手软绵绵地搭落在医生的胸前, 赵玉山面目猙獰, 左腿上缠着衣巾, 走路一瘸一拐的, 显然左腿中弹了。 赵玉山手中的手枪还冒着轻烟, 开枪的正是他。 别人怕伤到老罗伊不敢开枪, 但是脑袋充血, 急着为工人报仇的赵玉山, 却悍然开了枪。 至于会不会伤到老罗伊, 他连考虑一下都没有。 子弹准确无误地射进了上位军官的眉心左侧, 直接带走了他的生命。 不过赵玉山却还没打算放过他, 他好像感觉不到自己腿上传来的剧痛, 一拂一拐地快速走到上位军官的尸体旁, 抬起手中的枪, 对准了尸体的脑袋, 一口气将所有的子弹都倾泻进了上位军官的脑袋。 上位的整个脑袋瞬间变成了一滩肉泥, 根本没了人脑袋的样子。 直到将手枪里的子弹打光, 赵玉山才一把扔掉自己的手枪, 然后仰头向天, 发出一声悲怆的长笑, 两行虎泪再次从他的脸颊滑落。 直到此时, 所有人才明白过来, 一声背上的工人已经死了。 立正 全体都有, 对天明枪一分钟。 纳兰岛上顿时再次响起了连绵不绝的枪声, 枪声中包含着悲伤和愤怒。 此时的赵长强还不知道, 自己的兄弟已经牺牲在异国他乡, 他正在皮克王国的议会大厅里和宾利进行着另一场战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